哈囉 大家好 瑞丸です 我們4月1號的超級戰預告已經出來了 然後這個角色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然後官方 有沒有搞錯啊 又是超細的角色呢 極細的角色呢 說好的平衡呢 老實說這檔角色 算是有一點點的小期待 大家之前也是有討論過蠻多次的 就是我們的這一位 Geru 這個的話大概就是我們的那一位 龍族超版本的布羅利 傳說中的賽亞人 布羅利的30周年竟然由他來推出嗎 應該會是出那一張變身暴走Geru吧 大概率啦大概率啦 強大的潛能嘛 然後power的發揮戲 大概率是這個樣子啦 如果是這麼來看的話 而且在劇中的表現其實還蠻猛的 當初在看那個動畫的時候 宇宙生存篇 如果沒猜錯的話 以這一位角色來講的話 變身Cary 那麼這次4月1號 又回到跟6周年一樣啦 再次推出BGPGKRU的角色 但是啦 官方如果要推出BGPGKRU的角色 我們 雄族第一女主角 我們的布馬 是不是太沒有排面了 到現在啦 還會有一張真正屬於自己的限定卡呢 雖然說他當然是沒有什麼戰鬥畫面之類的 但是他最厲害的方式就是 上吧 聖根 教悟空出去打 在這邊 嗯 這一次這樣子的觸發 要說吸引力的話 確實是有啦 不過大部分的情況來說 應該是屬於可以帶過過去的 那麼 後續的傳降L奧 變身 極翼的可能性 就是第一次變身的可能性 可能有一點點但是不大 可能藍神階段會比較多一點吧 嗯 然後目前這樣看下來的話 欸 因為GARU來說的話 他算是有三個狀態啦 就是 最初的黑髮版本嘛 嗯 然後再來的話 欸 就是這一個超賽GARU 不過這個的話 是他維持蠻久的 還有一個超異狀態 不過超異狀態好像是在前面一點 欸這個也是超二啦 很久了 他的超異狀態 目前在遊戲內好像沒有他們的超異狀態 第六 宇宙 所以可能會先 Dokhan之後變超異 然後再變身超二嗎 還是直接就是暴走狀態啦 嗯嗯嗯 這個真不好笑 不過老實說這以前的暴走GARU 還蠻好用的 他的整體能力其實還蠻強 有一個60%的減傷 氣回合後就比較麻煩 需要吃到六顆體氣才有 Extra的60%的減傷 嗯 當年在火力上啦 是很好用的 不過來到陷阱已經是不太行啦 那麼我們的第六宇宙 然後你賽亞人Team啦 又可以再一次增強啦 然後那一張素鼠的 欸 素鼠的L奧啦 說不定有機會可以 極限在覺醒欸 就是我們的這個 CALIFULA & GARU 因為這張也算是蠻多年前 好像是2019 2019還是2020推出 我有點小忘記了這一張 印象有一點不太深刻 因為我自己到現在都還沒拿到 那麼這一次的話 畢竟是他的 第六宇宙以賽亞人嘛 所以這個角色的極限可能性 其實還蠻大 還蠻大的 超二的CALIFULA &超二的GARU 媽媽嘛 完全出乎我個人的意料之外 欸 原本以為就 極細的角色應該會 會仔細再走 可是就是轉換成這個樣子啦 那麼 在動畫方面 我覺得可能會是 全體攻擊之類的吧 直接上升到那個 頂端 然後 大爆發 然後全場炸裂 那時候 我沒記錯啦 有一點那種 布羅利的光效嘛 那個 那個 清熱的光收回來 我們又散回去 然後炸騙整個地上這樣子 嗯 這個可能可以出 然後用胸口去撞 像這一張GARU的那個 用胸口去砰 好像也是蠻不錯的 這個 可能我需要一點時間回歸 回去回憶一下 當初的那個影像 因為過了蠻久的 有一點不太記憶了 然後這一邊的話 這一張 也是非常有機會 在這一次的限定活動中 獲得極限JACK啦 因為它是跟我們的 那個 寄王拳悟空 是同一個年出來的 寄王拳悟空出了 然後就輪到它 它是五月份嘛 嗯 2020年 那麼 悟空已經極限了 那麼輪到我們的 也是很有可能性的啦 嗯 然後在它之後的話 那一張技術的就比較新 所以就可能性不大啦 嗯 OK啦 大致上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就比較希望這一張 如果 欸如果可以的話 因為它是 不過它是用著這一張的 用著這張的回章 所以可能性應該不大 欸可能性可能不大 嘛嘛嘛 就是這個樣子啦 可能HITTO的那個 用HITTO回章 極限在覺醒的角色的 可能性會更大一些啦 就是我們的 POTAMA GETA 欸還有就是 第六宇宙的這一位 他們是用那個 希特的回章嘛 然後希特極限在覺醒 也已經是 蠻有一段時間的 那麼 配合著第六宇宙的活動 然後把它們給極限上來 欸可能性還是有的啦 OK 那麼 這一次的 超級戰異高來看的話 暴走GELU的 可能性是最大的啦 欸暴走GELU 因為以這個對白來講的話 嗯 是覺得是最大的啦 那麼大家 通過這個來講的話 應該不會又是 KEFULA了啦 哈哈哈 暴走GELU的可能性會是比較高一些些 OK 這個就是我們這一期的 超級戰角色 4月1號 欸又重新回到BGBGGELU的手上 希望可以像我們當年度的BGELU啦 有一樣的強度啦 欸就希望啦 希望啦 OK 那麼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じゃあまたね バイバイ